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计划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106集的播出 我想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对自己的未来 恐怕这个彷徨的程度要比过去的年代要大很多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弥漫着所谓的小确幸的气氛 感觉上好像大家追求的都是小确幸 比方说一历一休 比方说一年多休几天假 或者说吵着说怎么都没有加薪 只要看到这么一点点成果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小确幸就得到 可是这是我们一般年轻人希望的 就算是我们只是要一份工作 我想我们也应该有非常多的选择 如果我们不只是要一份工作 我们想要创业或者我们想要从事业务的工作 也同样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我们相信年轻朋友只要有适当的引导 能够遇到一个能够引导你的前途的人或者公司 那你的未来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因为你不但可以守护自己的未来 也可以守护别人的未来 那今天我们就要 我们就为您邀请到我们国内非常重视 年轻朋友的培育的一家 受捡公司的三位代表 要来跟各位谈一谈 究竟我们年轻朋友在未来的就业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规划我们自己的未来 怎么样选择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个性 又可以有非常好的发挥舞台的空间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三位来宾 我旁边最后是三厂美帮人兽业务展 执行副总张财源张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旁边是冯启平冯促进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林建玉林促进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那没事有你上节目我都要这样讲 除了我们两个以外都是年轻人 对不起啊 我们曾经也是年轻人 没事都要把你拖下水 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 当然也是拖远在从传承的角度来看 从培育年轻人的角度来看 那以您个人来讲 我相信你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一天都没有离开过 你一定看过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不断的上来 那你觉得我们年轻朋友 在自己的这个生涯的规划上 在选择的时候 您认为应该最重要要考虑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少以前有个流行歌叫选择 所以其实一生的一辈子呢 不是做对了什么 是选对了什么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是蛮重要的 尤其像刚刚主持人刚刚开场所提到的 如果只是为了选择小确信 那可能未来呢 他也只能只有小小的幸运 那如果要能够选择一个 比较目标也很大的 那机会就可能比较大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我们 公司的两位年轻的伙伴 我以前也跟他们一样年轻 这不用怀疑 那他们也更年轻 而且他们又带领 比他们更年轻的团队 他们来献身说法 那么看他们是为何这样的选择 还有他帮助更多年轻人如何做选择 其实我讲年轻朋友 如果要选择工作 如果我们摊开这个球制表来看 也真的是领导盲目 领导益听说 那个球可以选择的 种类真的非常多 那两位觉得我们考虑选择 因为刚刚又提到选择 那选择的关键应该是什么 以我本身的例子来讲 其实我觉得年轻朋友 一开始要选择 要清除几个方向 如果以兴趣为导向 应该就选择本科系 或自己有兴趣的 而且我以我来讲 如果要一开始的目标导向是收入 我觉得业务性质的工作 或本身自行创业 我觉得应该是不二选择 因为我本身的例子 我原本是在逢甲摆摊开店 我本身的例子也很清楚 经过了两三年后 那时候在逢甲也发展很不错 有可能好几个摊位 有两个店面 可是到最后才会发觉 原来摆摊跟创业 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 原来到最后只是可能维持虎口 甚至负债 这是大部分的摆摊人的状况 甚至跟一般人上班族差不多 我之所以会选择保险业 大概会有一个 有三个蛮吸引我的原因 第一个 因为我第一个免去 以前当老板的所谓创业的成本 这对我来讲 还有主要的在手板里面 大家会有看到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保险业 很重要的三个大收入 第一个是有推销性的收入 有所谓主动性的收入 再也就是所有续角的收入 跟组织的收入 就所谓被动性的收入 这三个收入是 关键相当影响我进来的 很重要的一个准则 还有一个重点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 可以圆我本身当初在 冯甲自行创业圆的一个老板梦 他老板梦 他有透过一个内部创业的机制 可以成立所谓的通讯处 他的现在我们 在我们公司的通讯处境 其实他的平均收入 甚至会比一般中小企业的老板 平均更高以上 这也是我当初选择 保险业的一个三大方向 这个倒是蛮特别 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朋友 现在都是要去摆摊 特别是一些 真的是生意非常好的业势 很吸引年轻朋友 所以他刚好现身说法 有人说现在想要创业 是 想当老板 文创 自己当什么小农 那都是一个想当老板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好 但是那个老板的观念 他刚有现身说法 要当一个老板 可能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 资金 专业的技术 你个人的投入 所以刚刚他讲 用这样的一个做比较 我觉得想当老板 还有一点 就是追求时间的自由 我的经验真的不自由 我觉得当老板的时间的自由度 其实比一般的员工 要来得更低 因为是24小时 都是那个角色 对不对 没有什么劳基法 你看摆摊的人 他招呼客人的 你就会看出来 他到底是员工还是老板 真的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对 那清明你自己呢 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其实是 很希望可以培养第二专长 所以进入人寿保险业的 因为大家 你本来是从事 我本来 银行的业务 可是最早我的科系是 我是国光异校毕业的 我是异校生 所以我的梦想是想要进入演艺圈 那时候我也在台北 台北读书 台北在传播公司上班 可是我发现就是说 我很想进演艺圈 但是我很难进入这个领域 然后再来就是 那我没有其他的专长 所以我后来辗转的 就去做了银行的业务 可是也发现说 我也蛮努力的 我也是全省银行的冠军 可是也发现说 可是发展还是很受限 那直到我接触到 人寿保险业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这个地方它蛮有发展空间的 我看到很多不同领域来的人 然后他有不错的一个发展性 然后重点是我也会担心说 那我就明明就是异校毕业的 然后什么也不会 那我怎么培养这些专业 那我觉得年轻人 他其实有可能你出社会 后来你做的事情 跟你学校学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的第二专长 一定要透过一个环境来培养你 然后来给你很完整的教育训练 所以后来我看到我们公司里面有很完整的教育训练制度 那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这边学到他的第二专长 那我自己也觉得说 那他们可以 我应该也可以 所以我就投入到这个产业 那再来所有的专业都是来到这边才培训的 那一步一脚印 那后来像建立处建立这么优秀的 我们也一直看到他们不断的成长 然后我们也才发现说 其实不同条件的人来到这个地方 只要自己有心都可以透过这个环境给你的培训 培养出你很好的一个专业能力 那所以年轻人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很热爱学习的 然后希望有第二专长的 我觉得保险事业也是一个蛮适合我们发展的一个领域 不过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例子 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在某一个行业已经都是冠军的 应该会很 就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可能就是很满足了 对 怎么还会想要再去做更多的挑战 而且据我所知 应该也是常常都是竞赛冠军吧 对 但一样是冠军 但收入跟发展差很多 对啊 那个奖金大小也有差 好 不过我觉得 就比方说我们如果面对一个年轻朋友 不管他有没有工作经验 如果跟他讲说 其实保险业是一个很值得从事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朋友都害怕 都会抱着观望的事情 要不就说我都不懂了 我都没有人脉了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不晓得两位处境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可以跟我们这些 还在观望的年轻朋友分享 常常会遇到这个例子就是说 他们可能觉得保险业可能做得好的话 收入还不错 我本身都以自己来做例子 因为我本身是陌生开发 因为那时候念书是在外地 高中就要在外地了 到大学在外地 国小国总统就有美联罗 所以我本身来的条件 可是人家说做保险业 人脉很好 我可能丧失了这个条件 所以我一开始就在 我的起步是陌生开发 从邮局 每天晚上大概 因为那时候在当兵 每天当替代 当五点到八点这个时间 就到邮局 先生你还可以帮我填份文卷吗 这样起来的 我三个月做了一千 印象很深的 大概一千六百多张文卷 可是我第一个月的月收入就破27万 三个月就破一百万 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流程 乱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原来它是可以做成一套 SOP流程 让大家遵循这个流程来做邀约 来做霍兰率 来做缔结这个东西 原来整个流程顺了之后 它有固定的霍兰率 就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我会用我自身的例子来做分享 让很多年轻朋友讲说 就算你没有人脉这个方向 在这边也陌生开发成功 像我们现在单位都很年轻 平均大概在25到28岁 其实他们会面临到很多人脉的问题 甚至我们整个山上都很年轻 所以变成说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所以很担心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像我们单位 就有很多这种例子 可以去解决 南部上来的 北部下来的 一样陌生开发 可以在我们这个行业做成功 是这样 好 那陌生开发 我想这是很多年轻朋友害怕的 但是是不是只有陌生开发这条路呢 或者有其他方法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会儿听其他来宾怎么说 反正的突然 詞 阸 和风靂 RV 我来找你 又来找你 等明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未来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远景 但是往往在期待的过程当中 也有担心甚至有恐惧 但是是不是我们能够有更无惧的未来 可以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路我们该怎么走 可以让我们减少很多的挫折 而且更快能够达到成功的境界 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团队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再请教齐平 促进你 以你自己来讲 你觉得这么多年轻人 他们在选择从事保险业的时候的那种 忐忑不安也好了 或者观望也好了 真的很需要有人去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你们是有非常多成功经验 可以跟他们分享 那您要分享什么 我觉得其实不用太担心说保险的专业你学不会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进来做保险才来学保险的 就好像你当了爸爸妈妈才开始学当爸爸妈妈嘛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成功割爱来自不同的类型 举例说明 像我们团队里面之前有很多蛮认真的 在不同领域表现蛮优异的 比如说像我团队有那个喜炳店的全省冠军 上周甚至曾经采访过他 但是他在喜炳店的这个领域里面 他当了冠军 但他的收入可能都局限在三五万 那后来我们跟他讨论 我们就跟他说 如果你来到人寿保险业用一样的努力程度 那你的收入会不一样 你的发展也会不一样 那后来他来挑战人寿保险业 第一年他的年薪就破百万了 可是他在过去喜炳店做了四五年 都是年薪大概都只有四五十万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领域里面 只要认真的人他是不吃亏的 像在我们的制度当中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们没有底薪啊 那会不会很不稳定 那我要讲一下 其实你的收入跟绝对跟你的努力程度 是有关系 那像有些我们看到A公司 B公司C公司来讲好了 那如果像不认真的人在A公司领五万 普通认真的人在A公司也领五万 非常认真的人也领五万 这是什么样的领域 这一般就是比较像公务单位啊等等的 所以A公司会吸引到很多不认真的人 好 这我不知道 然后但是像一般B公司的话 就是不认真的人三万 普通认真的人五万 那非常认真的人八万 这大概就是一般的公司行号 那有一家公司是C公司 不认真的人两万 那普通认真的人也是五万 可是非常认真的人是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那C公司当然就是比较像是人寿保险这个行业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认真 那你当然就要去找A公司 可是如果你很认真 那就差别非常大了 你一定要找到那一间C公司 那所以在我的团队里面有很多 他就是在原本领域非常努力的人 但是他可能发展是受限的 收入是受限的 但他来挑战人寿保险业之后 那他透过这个制度跟他的努力 那他就可以挑战到C公司的收入 那再也有很多人说 那就是都顶尖的人士啊 优秀的人他才有这样的收入 其实透过制度的堆叠 他也还是可以达到百万年薪的一个机会 像我团队里面有一个就是大三 刚满二十岁就来跟我们做保险 那后来经过时间 第一年的时候我看到索德大概三十几万 我也很忧心 第二年他稍稍成长一下四五十万 那后来毕业之后 他也没有去找别的工作 他就继续来我们这边专任 那经过五年之后 然后他也拿出不错的成绩 因为他也长大了 他也成熟了 那他的人脉市场也变得更优质了 然后年薪也破百万了 也破百万 所以其实在这边成功的个案很多 专业你不用害怕 公司有很好的教育训练系统 那就全新的投入是最重要的 因为刚刚齐平出行 其他说西公司就是受险业的行业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国内也有这么多受险公司 每一家受险公司 一定有自己的特色制度都不一样 制度有点差异 所以我选择了受险业 那下一个问题我要遇到的是 那我怎么知道 那个公司的核心价值也好 制度也好 是不是跟我的理念契合 所以贵公司在这个部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好我想我刚好 因着他们两个的说明 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 都是当了妈妈才做妈妈嘛 才学做妈妈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其实很多年轻人是有恐惧 第一个恐惧是 他觉得做业务 可能收入会不稳定 第二个恐惧可能是在专业上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对这个可能会有一点担心 那其实不用担心 我可以做见证 他们都说不是本科系 我是本科系 我是念保险 那我也做保险 那其实念保险呢 也是进到保险公司 才开始学怎么样卖保险 我女儿也念保险 是黄老师 所以我一直称为 称主持人老师 因为我的女儿是老师的学生 那他也是淡疆保险系 他还来做保险 但我发现说 你担心是担心 为什么这个也不知道 OK 其实我以前自己也是这样 像你要讲是我的学生 也不是假的 是说 其实本来课本上你学到的 我们有个电视节目就说 学校没有教的事 其实很多 社会上有很多学校没有教的 所以年轻人你不用害怕 你到了一个公司 有完整的教育训练的制度 那么你就可以从头开始学保险 那业务 那你不是不用担心 是你必须要面对 因为如果有一天 有了小孩 你要学着当爸爸跟当妈妈 你就要帮小孩推销 是跟非的观念 如果有一天 你去当一个内勤的上班族 你要跟你的主管 或者是你们公司的客户 推销你们公司的理念 或者商品 所以业务到处都是 当老师的 当政治人物的 都是在推销理念 所以其实业务到处都是 所以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就是 在我们公司比较 会跟别的同学不太一样的就是 我必须跟所有的年轻人做个报告 就是他们两位 还有我们有将近一万九千位的业务伙伴 我们是完全是靠业绩的 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我们没有在找那个一例一休的人 我们不敢去休 对对我们不敢怎么年纪七天 我们对那个不以置评 但是如果有客户要约我晚上 我的晚上就是上班 有客户要约我假日 我的假日就是上班 所以你可以时间自主 那你自己去安排 所以刚提到 为什么你喜欢当老板 除了各方面之外 一个时间自主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时间自主 是由你自己去排 你可以排满 你也可以完全排空 但是你的业绩跟你的薪水单 会反映你上隔夜的schedule 所以我想这个是 我们跟别的公司的业务制度 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底薪这样一个制度 反而可以像刚刚提到的就是 因为它没有把你赚的钱平均去分给别人 你该赚的都给你自己 所以它就可以创造更大的空间 那对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大概有几大优势 第一个就是 那么我们公司在全省 各个县市都建立了强大的内勤单位 那我们把它分为四个区部 七个分公司 那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建制很完整的教育训练 后面有时间我再来讲一下我们的教育训练 那公司为了这样的一个训练提前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一化的工作 公司也做了很多销售上的APP 然后我们也在投保上面推动用行动投保 那这一些都是可以让我们业务同仁在市场上 作业上面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训练上面 除了专有的课程 其实我们在每个通信处的促进里 他们早上都会办早会 那总公司这边也会统一制作MOD的课程 最新的知识 譬如说川普当选了 当选之前我们可能有专题 那这一个礼拜四会公告 到底这个要升息多少 那我们可能会透过很多的课程 让很多同仁来学习 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可能 不管你是念专科念大学或研究所 可能我们以前不会跟时事那么连结 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生活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经济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跟这些很契合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很专业的在经营这家公司 我们公司很专业只做保险 人寿保险 所以那我们在对商品的创新 就投入很多的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支援 那么期待给业务同仁在市场上 有很完整的商品线 那么第三个就是 那其实公司的这个品牌 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取之于社会 回馈于社会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很多的公益都有参与 尤其是小朋友的 小朋友的公益活动 我们公司应该是说业界里面 历年以来我们最会搞小朋友的 搞小孩的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小孩是一个未来 那对未来的恐惧 我们觉得对小孩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可以 那我们多一些公益活动 在小孩方面去着手 那我相信对整个社会 是一个很大的好的影响 那最终我们公司的同仁也会因此受益 那最后就是我想这个 我们公司呢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 非金控的人数保险公司 大概目前是国内少有的 但是我们在整个公司的治理里面 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那表示我们这样一路走来 是走一个对的正确的路 那我想这是给一个年轻人 在选择的时候就是 我愿意努力 那我愿意投入时间 那另外就是那我要 我要一个品牌是 让我走出去 不是成为我的负担 而是成为我的加分的选项 那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特别的特色 保险公司跟被保险中间的关系 其实非常微妙 我们总是认为说 是我的亲人才需要 对我负一辈子的责任 那保险公司跟被保险 其实就是一个保单的关系而已 可是就要承接 那个保护一辈子的风险 所以贵公司现在照顾多少保护 我们现在的保护人数 有270几万 也就是全台湾的人口 每10个人至少一个 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你们要负责照顾一个就对 那我们的客户 他有些人不只买一张保单 所以我们的保单数 已经接近了将近400万件 所以事实上我们公司 也责任非常重大 就是有很多人 因为信任我们的业务同仁 信任我们这个品牌 所以把他的家庭的保障 未来的养老或者小孩 整个一辈子的教育的基金 他委托给我们 所以对我们来讲 那我们要跟健身恐惧 来承接这样的一个服务 被信任可能让一个人的人生 产生非常大的改变 如果从来都没有人看中我 或者信任我 我现在可能跟以前是不同的 那一个保险从事人员 会因为被保护怎么样付托 或者因为自己在这个领域下的功夫 产生人生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请教我们的来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都会有一些机缘 让你产生一些改变 可是有时候这些改变是非常薄弱的 或者非常短暂的 可是在某一些状况底下 比方说我们被信任 被付托了 这个转变可能你必须是一辈子的 因为你给客户是一辈子的承诺 好 那我想请教我们两位处经理 因为你们都还很年轻 可是我相信从你们入行到现在 你们的人生是不是有因为你们所从事的工作 您自己感觉到改变 或者说整个过程当中 您自己或者您的同仁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建议处经 大概也不瞒黄老师说 其实一开始是被他的制度所吸 为了他的薪水架构所吸 所以就这样进来 因为他可能免去我之前的一些 创业的成本跟利润之类的 所以我那时候看了之后 就很心动就从事这个行业 可是到这个行业之后 大概经过了大概五年的 很认真的努力 大概在29岁30岁的时候 就成立通讯处 所以那时候也 其实成立通讯处之后 其实各方面的基本需求 原则上都解决了 所以其实现在会有远远不绝的一些动力 或一些理念 一些坚持 其实是帮同仁所谓的圆梦 其实我们在这边 其实我看到自己 本身是制度下的受惠者 所以我很希望把保险制度的好 跟保险业的好 告诉很多人 所以我们透过办了很多的教育训练 很多的方式 就是第一个传达保险的业务制度 靠谱上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从事的业务行业 在透过业务同仁的训练 让同仁去在寻找保护的时候 落实保险的意义跟功能 这是我们很茁壮 在我大概每年 大概会有将近四五十场左右的大型演讲 可能上百人到上千人 这些演讲其实是非常乐意的 是带着喜悦跟感恩的心情去分享 原因就只有一个 我很想把保险业务制度的好跟大家讲 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去南区去演讲 去南区演讲的时候 就有一个南区的业务经理 跑来跟我讲说 就会后就来说 就很感谢我跟我合照 我说为什么 他说是四年前听了我的演讲 原本他要去当公务人员 去当老师的 可是听过之后 很认真的选择保险 也是现在是南区的业务经理 连锁得破了三百万以上 所以其实我们听到这些 常常听到这些感动的故事 很多的故事 或很多的人事物 是因为你的分享而进来的 而改变他人生 这是我们目前其实很坚持的一些 在这个行业上 还有这么大的热忱 还有这么大的信念的所在 对 那我个人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保险 对我这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因为我当初 当然跟监运处经理一样 我们渴望有更好的收入 更好的发展空间 那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单亲 那我单亲我父亲是离癌过世的 那所以我一直 小时候是领清涵奖助血金 长大的小孩 那出了社会之后发现 很努力又没有发展空间 一直到保险 那我才开始 感受得到认真努力的人 是有机会的 但是当我很羡慕建立处经理 那时候他五年就成立通讯处 那我的目标也是要成立通讯处 可是我大概做到第八年的时候 我人生遇到比较大的打击 就是那时候我结婚之后 那我的孩子罹患了癌症 那不瞒主持人说 其实我那时候 因为孩子后来走了 那孩子走了没几天之后 我母亲也同时离癌 那我就觉得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都这样子了 那我还奋斗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那时候是很想放弃保险业的 但是我很感谢就是说 因为我在从事保险之后 我堆叠了很多很好的人际关系 我一生很多好的朋友 是透过保险 我成交了他们的保单 他们给我服务 所以他们变成我一生最重要的朋友 那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我这些保护都一一的打电话 来关心我 鼓励我 他们说我们不想成为孤儿保单 你可不可以继续服务我们 你不要放弃 那我们的同仁 因为我们也找很多同仁 跟我们一起打拼 那有很多同仁 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是想跟着你成立通讯处了 你不要放弃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长官 还有同事 都真的很用心的关怀我们 然后帮助我走出低潮 那所以后来我重返 人寿保险事业的时候 其实那一年 那整整一年 我都在悲伤中度过 那其实工作的状态也没有很好 可是透过制度的堆叠 我那一年年薪还两百多万 我那时候就心里告诉我自己说 这个行业帮助我这么多 我要认真的再回馈给我的公司 回馈给我所有的客户跟同仁 所以从那次之后 我下定决心把这行业 当成用服务的回馈的心情来做 一年后我也成立通讯处了 然后到现在 我看到很多同仁在这边发展 跟着我一起发展的很好 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继续做下去 已经不是为了金钱在努力 也不是为了更多的光环在努力 而是为了协助更多人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在这个产业里面 爬起来的 那一定有很多人像我这样认真努力 可是他期待跟我有一样美好的结果 那我就把这个事业分享给他 再透过我的经验协助他 然后让他在这边也有发光发热的一天 我们以前都认为都是医务员在照顾保护 包括有需要安慰的时候都是医务员的工作 我倒是不知道 原来您也可以得到这么多保护的关怀 当然你下的功夫一定不难理解 平常 但是我觉得以贵公司来讲 我们保险新闻奖里面有一个奖项 叫做整个传播奖 那贵公司一直是这个奖的长胜句 那因为这样我们也常常都很期待说 看看这个公司最近或今年 推出什么样的新的广告 或者是影片等等 你们最近有推 有 刚好最近就要播出 那我想先解释一下他们成功的开始 是因为钱 那这个钱可能有点熟悉 但是它很实在 但是成功的结果 它是建立了很好的人际的关系 钱只是一开始吸引他们的动力 但是因为他们的付出 所以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所以最后他们能够变成这样更有成就 是因为他们再度的付出 就像我们公司的一个主轴 就是说我们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我们在过去 可能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的话 我们最早办的小朋友的小太空人活动 那它是一个鼓励小朋友探索太空 然后要得智体群平衡发展 然后要国际化懂一点英文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小学 刚好是三年级开始要推行说 小学每个星期三要上什么母语 而且要上外语的一些推动的 一个教育的策略 所以我们来办这样的小太空人活动 那我们也办这个 把小太空的活动延伸为家福小朋友的 暑期的太空营 那么我们也在这个Baby Boss这个园区 我们占出了一个太空的活动 所以这个小太空的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 您今天造型有点像你们那个小太空 就是黑脸 所以我今天如果把太空面罩戴起来 可能更有心 所以基本上我们 接下来我们开始办三热小子 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乐活乐动 那么希望他能够注意自己的健康 因为现在小朋友发育的太好了 可能吃太多这个炸鸡啦什么 对不起不是跟炸鸡有什么意见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希望他的饮食平衡 而且要乐活乐动 所以我们称为三热小子 然后我们也深入到每一个校园 跟校园合作一些健康操 还有一些饮食的一些规则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直谈到的 就是这个打造一个大未来 让你对未来是无惧的 我们觉得小朋友的成长的过程 不要让他感觉是有恐惧的 那他就可以全力的多方的去探索 然后去努力的前进 那碰到困难 总是有努力解决的方式 如果没有 那我们还可以鼓励他说 关了一扇窗 还会再开另一扇窗 对不对 类似这样 所以今年呢 我们也延续去年的广告的主轴 我们一样找了一位艺人的代言 我想我们公司也是最早 而且最长期的找艺人代言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形象很好的艺人 其实他如果也走出来跟我们一起 那我想我们有他的帮忙 他有我们的这个加持 我们彼此互相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延续去年的这个演艺的代言 我们一样找丁当 这个从一个小歌手非常努力的 不是你们国光的校友 他不是科班的 他也不是科班的 但是他靠自己学 然后努力的练 然后变成现在一个 算蛮有名气的一个歌手 那他也有很 他个人努力的这个过程 我们在这边就暂时带过 我们请他来帮我们代言 那这次的代言 我们主要也是谈到一个 由他来代表我们公司 然后我们公司办了很多的小朋友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 他里面所要传达的 是鼓励小朋友 那么勇敢探索未来 然后我们守护着他的未来 能够跟他 那么未来一起成长 那也把我们公司的一句承诺 一生的朋友这样的主轴 传达在这边 那我卖个小关子 因为马上就要播出 那也敬请各位期待 因为我们也专门为了这个广告 做了一首歌 由丁当来唱 那这首歌也会传达 这个社会的温馨的画面 我一直相信明天会更好 因为其实人的一辈子 都会碰过很多次的大的灾难也好 金融海啸也好 但是上天一定有很好的安排 而且日子总是要过 所以那个灾难也是会过 那当然就是这样 就跟大地一样 就是那么天黑了 那黎明就近了 这两天变很冷 那也告诉你 春天就会在后面来到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来 开朗的来引导小朋友 我们觉得应该会 对整个社会的氛围 尤其现在台湾 我们需要是这个氛围 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是我们要全力以赴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 这个广告里面 要传达的一个诉求 那我们前面 我们来宾一直讲说 很多工作就好像是 刚当妈妈的人 当了妈妈才学做妈妈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 一个职场的时候 除了我们自己是 开始学做妈妈之外 我们上面还有那个 我们把他当作 好像是我们爸爸妈妈的人 我们的主管 因为我们有困难 我们可能就会找他来帮助我们 或者寻求意见等等的 那休息会我们再会来看一下 当一个单位 或者一个公司的主管 面对自己 也好像自己的心头肉 自己的小孩 那样子的部署 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做什么 休息会再会来 欢迎回来 我相信很多 有工作经验的朋友 回顾自己的生涯过程当中的 遇到的人的时候 很常会听到人家讲说 我很幸运 我第一个遇到主管 就怎样怎样 他叫我怎样怎样 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怎样帮助我 我相信在业务单位 更容易会有这种需要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害怕 从事业务的工作 很多困难摆在眼前 所以当两位 如果你们的agent 遇到什么样的困扰的时候 你们通常会怎么样教他 我想那些困难 应该都是你们自己 曾经经历过的 大概以我本身的例子 因为我都是会用 自身的教育来跟同来分享 所以以我来讲的是 因为我一开始进来 其实是父母反对 因为自己本身家里 还是开公司 所以刚进来的时候 是父母是很反对的 甚至经过一年 长达一年的冷战 所以在这个部分 很多通常也遇到 父母反对的问题 甚至刚进来遇到 人脉的问题 甚至后来在行销方面 遇到行销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针对几个方向 下去做加强 第一个就是说 协助同仁的教育训练 跟同理心的训练 在教育训练方面 我们会从第一个 客户的开发开始 从开户 我们大概一般的 以我们优同来讲 找客户带屋 不外屋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个可能陌生的开发 缘故的开发 或说客户的延伸 这三个方向 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方向 下去做做的时候 如果有你客户是充足的状况下 那对同仁本身的安全感 那就很足了 第二个商品的训练 我觉得商品的训练 也是我们很在乎的一门 第二个商品 我们可能透过 早会的课程 再来凉凉的演练 竹子稿的训练 背诵等等的 再来就是行销的训练 可能针对客户的开发 反对你的处理 还有促使成交方面 也会去做加强 第四个部分我们大概会做心灵的课程 可能是念包装杂志 或一些文章的朗读之类的 我们透过这些的方面 来加强本身业务同仁的训练方面 对 那我个人在协助业务同仁的部分的话 我会分两个区块 一个是技术面的 那一个是心态面 那其实技术面的东西 公司的训练系统 跟营业处的训练系统 都是非常完整 比如说你要考执照 然后或者是说 你针对各职级的教育训练 这个公司都很齐全了 那再来就是每天的一些 专业知识的补充 跟心态面的调整 那我们每天都八点半到十点 都是晨会的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会有个one by one的教练的 一个实物操作训练 也就是说你的引荐人 就是你这个行业的教练 所以从专业知识 然后到每天不断的 就是给你专业的补充跟激励 然后再加上one by one教育训练 我觉得技术面的东西 专业面的东西 它是可以培养的起来 也复制的起来 那有些同仁 它是心态面的问题 那如果是心态面的问题的话 我们通常 我都是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那我会先了解一下 他最近遇到的心情上面的瓶颈 到底是什么 然后可能拿自己 大部分就是被拒绝了 然后或者是可能自己 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扰 那我们可能就是 拿自己100个失败的例子 来跟他分享 可能他就觉得说 那主管都已经这么惨过来了 有没有 也活下来了 那可能换作是他 应该也不是很难 那最主要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领域里面 在公司里面 师徒相授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一直是我们非常大的优势 在我们整个公司里面 所有的处经理 然后经理 协理副总 包括我们的业务长 我们全部都是 有业务经验历练出来 特别是我们处经理这个职位 我们必须要从业务员 主任 乡理 经理 高阶经理 到处经理 那所以我们这边 没有空降的主管 我们因为都有在市场的经验 包括我们这些处经理 我们都还蛮良性的竞争 在业绩上 我们也都会以身示范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给的指导是最精准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空降主管 所以业务同仁 他来问我们任何市场上的业务问题 或是过往的经验 我们都是有很充分的一些 过往经验 可以给他比较精准的指导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 内部的一个培养人员 最大的一个优势 好 那我们今天在座三位 业务长是百分之百确定 一辈子都在保险业了 对不对 好 那两位因为还年轻 所以未来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我不知道方便 方不方便 两位有可能转职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他是终身事业 那我就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说 其实业务工作有非常多的挫折跟困难 那我们也知道 流失的比例其实也蛮高的 那你们是怎么样让自己 真的在这个岗位上继续 而且不会放弃 我觉得对客户的承诺是很重要的 对家人的承诺也是很重要的 重点是自己当初决定做保险 那个当下你对自己的承诺 你要兑现它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都会有人 有经历过很多挫折跟失败 可是成功一定有方法 要有这种信念 其实在公司里面我觉得 担任到处境的职位 我觉得责任应该是很重的 因为在每个单位里面 像我们单位有上百人 这上百人可能都是因为你的理念 甚至你的说明 你的用心程度而吸引到我们单位 所以在这些上百人 第一个是责任 再在其实以外面创业这么多行业里面 我认真大概看了 大概四几年的业务来讲 我觉得保险是一个真的很棒的行业 我觉得内部创业几乎很少 行业会有这种内部创业 它免去的资金免去的成本 所以在外面让我再重新找 寻一次业务的话 我应该还是做保险业 业务长我就不能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所有的一些 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我要回答一下 你还在回答 我以为你已经足够 用你自己本身证明 对我证明我会做一辈子 而且我的客户问我说 可是我比你年轻 你那一辈子可能比我短 所以我把我的小孩也带来做保险 所以我也跟我的亲朋好友讲 你不跟我买没关系 我的小孩会找你 好 但是我说我也要讲 就是说他们刚刚一直提到 成立通讯处 所以与其说我们有再多 再好的教育训练 我觉得应该说 我们有很好的文化 这个文化他们刚刚都提到制度 就是他们可以从推销 然后开始有成就之后 去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就是教育别人 培养别人 所以刚刚建议基尼也提到说 他对他们的责任 那他是客户希望他能够 不要让他成为顾客保单 所以从推销到管理 就是从业务的行销 到组织的发展 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一个制度 而且在不同的单位 他们都能够互相的交流 让他们有很好的这样的互动的技术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高低潮 但是当你有低潮挫折的时候 那旁边有一群愿意伸手 然后来跟你互助的伙伴 这样的文化 可以让他们碰到挫折 还是会大步向前 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很特别的一个特色 好 那如果你想从事保险工作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也接触过 不同公司的人来增援你 那如果说 这家公司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时候 会让你觉得说 这个是你所要选的 那下一个单位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你今天看到我们的来宾的公司 能够提供你什么资源 可以帮助你成功 有什么条件呢 休息一会儿 再会儿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管是有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或者说是不是本科系的毕业生 其实面对业务工作 特别是受险业务工作的时候 都会有恐惧的 那这恐惧对主要都是来自于说 我不懂 这保险的东西我不懂 保险专业 那客户如果问我什么 我不会回答 所以我认为对一个保险公司来讲 最重要能够提供的自由 一定是教育训练 可以让一个心境的人 不用担心 我不用怕说我不懂 我的公司一定可以把我交汇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请问贵公司在教育训练上面 能够给我们的心境的人 或者说进来以后持续的训练 黄老师提到这个 我刚好有一个准备 就是做一个概念的整理 就是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里面 其实我们的训练是由 公司跟通讯处是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 那比如说我们最 我这边做一个 你要培养一个核心能力 当然是从最外围开始 那我们政府主管单位有规定 我们有一些证照 所以从一开始的证照的课程 那到通讯处的市场的作业 它是有一个很多很多环节的相连 所以我们从心境的同仁 包括晋升的训练 在职的训练 这些我们都称它为阶段式的 这种晋升的训练 那做中学 学中做 边做边学习 大概是我们整个训练课程的 一个很重要的诅咒 课程可能人人会办 但是要有需要的时候 学习效果最好 第二个是我们必须是 它市场所要的东西 所以我刚提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指标的课程 可能由公司来办 但市场的课程 他们刚提过 透过早会 透过他们在不但的 这个one by one的演练 甚至于他们一个阶段竞赛 结束之后的进修的seminar 那他们都做了很多 尤其是我们的业务单位 他们自己做了很多的 这个市场实用的训练 那公司呢 办有一个角色就是 法定的在职训练的课程 它的晋升的课程 我们给它一些 自制化的一个基本的训练 然后配合这样的市场训练 相辅相成 我想是我们对于年轻人 对于专业 害怕了这件事情 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 那我相信我们做了这么久 我们仍然不断在精进 比如说现在科技就变成 很发达了 所以在很多科技商品的应用 那比如说刚刚我提到 我们现在这个 投保已经五指化了 所以未来可能会变成 电子保单 那这些就变成 有很多的这种 科技方面的应用 那对于同仁来讲 他不见得是学这个的 但是使用者应该很容易上手 那这个就是公司的责任 那对他们来讲就是 配合公司的责任 去推动 这样大家一起的做法 相辅相成 我想现在这个时代 保险公司已经不是有人就好了 是 因为这个真的有人进了 然后流动那么高 也很浪费 公司资源也好 其实对那个人来讲 也是一种生命的浪费 所以以两位来讲的话 你们在选人的时候 我觉得相信你们也选人的 不是只有被你们增援的选你们 对不对 那你们会比较期待 什么样的特质的人 加入你们的团队 其实在我们在选人或选才的 所谓选才过程当中 其实我对自己有期许的 或对自己未来不满意的 或在本身在现状 无法发挥的舞台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我们想要的 可是会进来的话 当然是讲的跟做的 不一定是同一套 所以我们会透过课程的筛选 面谈的机制 课程的筛选 甚至一开始刚入门 刚可能一开始刚兼差 或一开始刚来做 前面的五堂到八堂课程 来测试它的积极度 测试它的配合度 测试它的工作量 如果都能够 配合或说能够 进入轨道的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 比较想要的人 所以变成说 而且我一直在认为 这一行只要能配合 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所谓的明星球员 而且我会针对各种不同的职位 设计各种不同的才华 可能主任有主任的训练 相经理有相心理的经营领导训练 经过不同的训练之后 拟定一个共识 共同的目标 所以他们会追寻这样的目标 所以会产生共同的文化 这样就会拟定共识 人家常说 一个人可能可以走得很快 可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 那我们就会号召这些 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来充施 那志同道合当然是 透过聊天的过程当中 可以来了解 然后品德是我对这个行业 挑选人才的首选 因为我们会经手很多客户的钱 然后再来就是企图型 那透过聊天的时候 了解他自己对自己 未来的期望值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透过时间 足够的时间培养他 然后再看时间 让市场跟时间来筛选他 那我相信保险门槛是宽的 但是他的成 要成就起来的门槛是高的 那透过时间的筛选 我相信会采到更多 更湿润的